比如说呢 像这边有一个叫 股市你打一个搜寻一下 应该第一名都是雅虎啦 雅虎的那个股市 那比如说股市里面 这边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当日行情啊等等 你随便点一个好了 比如说像这个 像这个资料好了 这个资料出现之后 我如果想要把它抓下来 因为很多像股市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你看到之后 像这些资料我点一个那个 这个塑胶类的 那像这个资料呢 如果我要把它下载到 我的这个Excel里面呢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已经抓下来 那我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这边有一个叫做从Web 这功能其实还蛮不错的 如果像有些学生是 也把这个写成一个聚集 它可以随时自动抓一些资料下来 然后去做分析 尤其分析师很需要这些东西 然后配合Excel VBA 那比如说呢 你把刚刚的网址 因为我抓到这个资料之后的话 这个资料 我要把它抓下来 你可以在这个网址地方 把它复制 复制之后呢 再到Excel里面呢 把它贴上 上面有个网址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呢 你看到这边有个道 那你可以看到 资料呢 就会显示出来 那这边有个决策 说你要的资料呢 一定会有个箭头 表格的左上角 一定会有一个箭头 那你就在这个箭头的地方 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 这移过去 它会一个框框出来 就是我们要的表格 打勾对不对 打勾对不对 打勾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就看 右下角的汇入 对不对 点下去 它问你说 你要汇入到哪一个工作表 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出现什么呢 取消全部选择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网页 不像以前 它没有保护 那现在的网页 几乎都有保护 我刚刚试好几个 每个都有保护 那 重点是 保护了嘛 你要怎么样 还是可以抓得下来 其实重点在这里 就是说 它其实里面呢 有写了一些什么呢 写了一些所谓的 什么叫Javascript 那这个Javascript呢 启动之后 你要抓 就抓不下来 所以 其实呢 有一个 诀窍 就是 把它破解掉就好了 这个也是重点嘛 不然 Excel这个 抓网页的功能 但是没办法用 你还是抓不到资料 那怎么去做破解 其实非常简单 你不需要做 你只要记得 在你的IE浏览器 因为呢 我们的Excel 它里面用的其实 它这个刚刚显示出来 有没有 汇入的这个功能呢 实际上呢 它是用的是 这个是IE浏览器的物件 那我只要 在这边呢 做一些设 在IE浏览器 安全性里面呢 有一个叫 自定等级 自定等级呢 里面就有一个设定 叫做 script 那大概 你这个自定层级 大概 这个拉杆大概拉到中间左右 然后中间 大概记一下 大概中间 中间偏上面一点点 你会看到有个叫做 active scripting 这个选项 叫做指令码的处理 里面有一个叫做 active scripting 其实这个就是 只要是什么 Javascript 或者什么 VBScript 它预设都是启用的 启用的时候呢 它 就是股市那个网页里面 它有一个Javascript 是不要让你抓的 那如果你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你不要让它启用 那不就 把它停用 对 停用的话呢 它可不可以阻止你抓资料呢 它就没有办法阻止你了 这一招呢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你们自己去揣摩 只要那个网页呢 它有一些保护的话 那你就这样做 按确定 然后问题说 不要变跟这个设定呢 是 是之后的话 再按一个确定 好 就做完了 那你想说 刚刚抓不下来 我再试一次给各位看 有没有这么神奇呢 好 从web 一样网址 把它贴上去 就是你刚刚抓到 那个资料的 网址 按一个到 那我动作都一样 打勾 汇入 汇入 汇入位置 我汇入A3 按一个确定 资料就下来了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诀窍 那这样的方法 其实网路上很多 有档 有放 有设这个保护的 其实都可以解掉了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最后你如果资料抓好之后呢 建议你再把它怎么样 设定回去啦 再把它设定回去 因为你已经资料有了 你现在制定层级 里面呢再移到大概中间 中间再偏上面一点点 启用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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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的效果才会出来啦 不然有的网页 他需要JavaScript 就不正常了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是 这个这个也举一个 举一个范例 让大家知道说 股市的部分 所以等一下呢 请各位开IE喔 为什么要 因为 Excel是用IE浏览器 当成它的物件 所以呢 你一定要用IE 那IE里面呢 请你搜寻一下股市 就会找到Yahoo的股市 那试试看这个部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